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倘若在失忆或挫折时刻 不颓堂不气馁 抬头浅笑一下 释放心底的凄凉和振作 从容迈出勇者的脚步 人生在世 每个人都在追求自己的幸福生活 但很多人终其一生都不曾明白 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幸福 今天叶安将和大家分享的题目是 当你痛苦的时候 去做这十二件事 在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 希望大家能点击订阅和小铃铛 你的点赞和评论是我最大的动力 感谢大家的喜欢 深夜读书因你们而精彩 奔走于这人世间 幸福感对于每个成年人而言实属难得 《飞乌环游记》里有句台词说得很对 幸福不是长生不老 不是大鱼大肉 不是全清朝野 幸福是每个微小的生活愿望达成 当你想吃的时候有的吃 想爱的时候有人爱 关于幸福 每个人的理解不同 但无论哪一种幸福的诠释 都源自一个人内心最温情的认知和最丰裕的感受 以下这二十件小事告诉我们 幸福离我们并不遥远 生活中细碎的小事就是幸福的来源 生活方式 闲暇时去看看人间烟火气 成年人的世界 要兼顾工作和家庭两全 压力背负太多 常常会觉得喘不过气 不如趁着闲暇时去菜市场 小吃街 广场等地散散步 感受下真实存在的人间 生活本该有滋有味 日子亦能活色生香 别丢掉那颗津透人间烟火的心 偶尔留出私人空间 享受独处的静谜 独处是一种特别的能力 在独立空间里享受自由 独来独往中 别有一番自在 生活太过拥挤 人群食而吵闹 偶尔给自己堂出一个私人空间 能使身心更加健康 保证充足的睡眠时间 听过一句话 白天不解开的节 夜晚慢慢耗 但其实 睡眠才是治愈一切烦恼的最佳捷径 熬夜伤的不只是身体 还有你的活力 早睡早起 适当午睡 才能有更充沛的精力去面对人生万难 定期体检 健康大于一切 人在年轻时想要的太多 等到失去太多 终会明白 身体无病 是所有幸福的源头 记得好好体检规划 工作再忙 生活再乱 也别忘了检查下身体是否安好 改善状态 不再乱发脾气 不被情绪左右 衡量一个人是否成熟的标志 就是看他能否平和地面对事实 不对亲近的人发脾气 不任由自己的心情做事 能控制好情绪的人 才能过好这一生 找到适合自己的减压方式 行走于人世间 没有谁的生活是容易的 没有谁的工作是没有压力的 给自己留有喘息的机会 才有勇气直面高压 或许是游泳 泡澡 爬山 看电影 品尝美食 总有一个片刻能让你远离沉销 练习空杯心态 学着放下 杯子中装着咖啡 人们会说这是一杯咖啡 杯子中装着饮料 人们会说这是一杯饮料 只有杯子空着 人们才会说这是一只杯子 学着放下不属于自己的东西 唯有保持空杯心态 才能拥有更多 陈起对着镜子微笑 找回自信 一位医生说过 人的脸是一块细腻的布 愁苦会生出相应的皱纹 快乐则会有完全不同的纹路 所以每天陈起 经常对镜子里的自己笑一笑 不仅能找回自信 还能改善容颜 自我提升 坚持运动 运动是一切生命的源泉 久坐或者长时间躺着都会让人越来越废 养成运动的习惯 经常跑步 瑜伽 健身等 才会收获活力满满的人生 长期运动 久而久之 你也会遇见一个崭新的自己 保证有效持续的输入 不论是看优质电影 还是阅读优质书籍 都是给大脑充电的最佳方式 人要处理和应对的事情 繁杂且多 只有保证有效持续的输入 才能继续往前奔跑 看的书多了 知识面就丰富了 看待问题的角度也就宽广了 做事的方法也会灵活许多 减少刷朋友圈的时间 总有一天你会明白 很多社交都是无效的 别人的动态与自己无关 控制自己经常刷朋友圈的冲动 把重心放在充实生活上 日子过得有质量 才是真正的幸福 凡事提前十分钟 老话里常说 凡事遇则利 不遇则废 改变一个人 从做事提前十分钟开始 有效地利用每分每秒 把每个十分钟累积起来 就是提升效率的开始 长期主义 每晚睡前进行复盘 清楚地知道自己每天做了些什么 才能清晰看到自己的成长轨迹 睡前洗漱完毕后 将当天生活做个复盘 制定一个新的策略 完善自己的人生规划 成大事者都是有目标的人 每周整理一次房间 一个人的房间里藏着自己的福气和未来 周末时静下心来清扫屋子里的角角落落 心情也会由音转情 家越干净 心越清净 人越有福 每月做一次断舍离 人到了一定年龄 不是做家法 而是应该学会给生活做减法 该扔的物品要扔 消耗自身的关系要断 不必要的欲望要舍 多余的负累要离 每个月整理一次生活 舍弃不需要 不合适 不舒服 便能拥有真正的自在 每年至少旅行一次 世界是一本书 而不旅行的人只读了其中的一页 旅行是一种生活方式 而旅行的意义只有在路上才能懂得 让发霉的梦想出去晒晒太阳 呼吸下新鲜空气 重获新生 爱不可缺 常回家看看 随着年龄越大 越明白那句话 孩子的世界很大 有事业 有伴侣 有朋友 但父母的世界会越来越小 只有一直牵挂在心上的子女 工作再忙 也别忘了 给父母打个电话 不论走得多远 也别忘了回家的路 守好心底的善良 忍着一生 所有的事情都离不开因果而自 常做善事 必能解善缘 得善果 再难的日子 要守好做人的底线 善良 总有一天你会发现 人生中的所有惊喜和好运 都是你日积月累的人品和善良 说话柔软 内心坚硬 人到中年 一颗坚硬的心 是生活的必需品 但你也可以试着 做一个温柔的人 言语间让人舒服 态度上让人暖心 既有温度又有高度 如果自己足够温柔 世界也会对你温柔以待 所谓幸福就是求人得人 人生最好的状态是什么样 用喜欢的方式过完幸福的一生 知足常乐 人间值得 活在当下 才能过好当下 幸福掌握在自己手中 才能无忧无虑 很喜欢漫画家朱德勇写的一句话 让我们每天带着希望出门 如果事与愿违 就再把希望带回家 休息休息 明天继续带出门 无论什么时候 都要看着前方 只要满怀希望 就能所向披靡 收藏这二十件小事 愿你想要的都拥有 得不到的都释怀 与朋友们共勉 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分享给身边的人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 成为更好的自己 最后在YouTube和Facebook上 都能找到深夜读书哦 也很期待与你的互动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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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